千萬不要說這個不好喝啦 這個怎麼樣啊什麼 不好喝都是你的問題啦 是你喝太少了 我就是覺得 波本威士忌的味道就是那樣的 對 今天可以來試試看 我幫Alice翻譯一下 他是說 美國當地有兩千多間中流床 你蘇格蘭才一百多間 笑死人 差那麼多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繼續 這一款酒它的層次感會如此豐富 原來就是因為你放了五根柴啦 在金門有一條根 在每隔有五根柴 有熱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酒的地方 很舒服 漂亮 歡迎收看李奧收藏的影片 我是李奧 小拉 咱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WACET 三級認證資格 聽說他是台灣第一位拿到的 就是我右手邊的Alex 歡迎 謝謝大家 在台灣都是比較多聽到的是 WACET的葡萄酒對不對 對 認證 然後有三級 然後還有Depoma 但是烈酒認證三級這件事情 還是我第一次聽到 他還說他是第一個喔 等一下 你怎麼知道你是第一位 因為我去的就是 全世界的第一堂實驗課程 我在那邊就是唯一的台灣人 但是在那個試驗的這個課程當中的話 黃種人人的面孔 只有你一個嗎 沒有還有一位 就是中國的米白大師 喔 所以是兩個人就對了 欸搞不好那個中國人 他是拿台灣護照 哈哈哈哈 那不可能啦 一見面就想讓郭文守護者尷尬 我們今天既然邀請到Alex來上節目 就是因為你對美國威士忌 非常非常的熟悉 在台灣對不對 如果你號稱第二的話 沒有人敢號稱第一嘛 太好了 沒錯嘛 是不是 為什麼要聊到美國威士忌呢 因為我們整個台灣威士忌市場 有九成都是來自於蘇格蘭 那第一名是蘇格蘭 第二名呢 日本 但是蘇格蘭跟日本差距多大呢 第一名90% 第二名日本市占率是5.6%左右 美國威士忌在台灣的市場占比 是2.1% 一百個人 只有兩個人喝美國威士忌 其中一個人就坐在我旁邊啊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個人是誰呢 哈哈 到底在哪裡 鏡頭後面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錄這一集 衝得我們點閱率可能會很低哦 看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 流量守護者來加持 但是我們還是硬講啦 為什麼 因為威士忌是浩瀚無窮的 在我們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不能只喝蘇格蘭的威士忌 你要把你的心胸開闊出來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問題就要問 Alex就是到底蘇格蘭威士忌 跟美國威士忌 它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有聽過說 飲食均勻對不對 我們喝威士忌也是可以 就是喝酒均勻 我們可以喝蘇格蘭威士忌 也可以喝美國威士忌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美國威士忌有可能就是 那樣子啊 哪樣子你講清楚啊 你就講那樣子就帶過了嗎 你就這樣可以上我們的節目了嗎 你這樣就可以稱為 美國部分守護者嗎 那很多人就會 來上我們的課程啊 或什麼他們或許就是對美國威士忌 覺得說辣啊 好像有點太甜啊 或是木質料太重啊 等等等等 這樣其實美國威士忌 在美國的話呢 在這邊看到多少蘇格蘭威士忌 在美國就是一樣多 並不是每一款美國威士忌 都是你想像的那樣 那我今天就是這邊會有很多一些 在台灣有的單筒 為什麼美國威士忌會 木桶味比較強啊 或是比較辣 就是應該說波本威士忌 應該要用 新的炙燒過的像木桶 說New Charred Oak 我們美國威士忌這邊用完了之後 就給誰 蘇格蘭 對沒錯 蘇格蘭那邊他們就會用 所謂的 X Bourbon 或是 Bourbon Cask 有些同學會問說 美國威士忌是不是都是用 波本桶去承年 他其實還沒有裝波本威士忌 他是新桶 還不是波本桶 是裝波本威士忌之後 才變成波本桶 然後波本桶 再拿去承年蘇格蘭威士忌 波本威士忌 它跟蘇格蘭最大的差異的第一點 就是美國波本威士忌 它必須用全新的橡木桶 去承年它剛蒸餾出來的新酒 有沒有第二個最大的差異 原物料的問題 像在蘇格蘭那邊 他們用的是單一賣威士忌 又是用的是百分之百的大賣 那他們調和的話 當然有這個谷類跟麥類一起做調和 美國的威士忌領域當中 好像很喜歡用玉米 或者是其他原物料去做蒸餾 它在蒸餾的方式 還有沒有其他不同的地方 必須要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這個原料配方是用玉米 那其他的原料就是 有可能是用螺麥大麥 但是每個酒廠 它的原料配方跟比例 都有可能不一樣 有可能有一些 不是小麥 高粱也有 或者是其他的谷物也都有 那我進一步問更難的問題 那有沒有美國威士忌 但是它沒有標上波本 當然有啊 我們說美國威士忌 波本威士忌 是美國威士忌的其中一種 對 美國原來也有單一賣威士忌 國賣威士忌 所以其實有各式各樣 就是用谷物釀造出來的東西 波本威士忌當然是 佔最大的一個市場 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拍過威蓋寶 我們只是裝不知道 讓你發揮而已 好歹我們九訓雜誌社長不是混假 對不對 但是要問問題 讓你發揮一下 是不是 像在蘇格蘭 蘇格蘭它就是胡適中六期 然後呢 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的圈圈比較大 圈圈比較小 加了一個進化器 然後零二倍往上往下 就這樣子而已 美國多勃大精神 我的天啊 欸以後如果我們要拍美國威士忌 我會不會做功課做到死 應該不會 其實蘇格蘭威士忌 它就是小鼻子小眼睛 然後美國威士忌是大方向 因為美國威士忌它是比較粗獷豪邁 所以我大方向就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 你客戶比較多是蘇格蘭 喔這樣子喔 蘇格蘭就是比較在乎細節 然後比較吹毛求疵 它認為上揚十五度 跟上揚十六度就是有不一樣 它在取九星的時候 61度跟62度也不一樣 沒拉回來蘇格蘭威士忌了 沒錯吧 超一個 就講美國威士忌是不是 好好 果然是李奧社長真是機靈啊 都往哪邊吹就往哪邊倒 像美國威士忌 在美國那邊有兩千多間酒廠 對 所以其實很多新的東西在這邊研發出來 所以很多各式各樣的整六方法 等等這樣子的 我幫Alice翻譯一下 他說美國當地有兩千多間中流廠 你蘇格蘭才一百多間 笑死人的 差那麼多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繼續 好那接下來我有一個就是 我們之前威蓋寶然後有網友留言的問題 為什麼美國波本威士忌都沒有看到高年份的酒款 其實也有一些二十幾年的美國威士忌 但是非常少 年份這個東西其實是有點像是迷失 因為高年份的不見得好喝 低年份的不見得不好喝 那是不是波本威士忌不適合成年 大部分的這些製酒師覺得說 6到10年已經達到最好的一個效果 我們美國其實是用心筒 如果我們用泡茶 第一泡就是其實那些非常強壯的一些flavor 都已經在那個筒子裡面 那東西要泡20年 其實有時候就是有點太難 泡不下去 美國心筒如果要成年個20年跟30年 我也蠻難以想像 他可能會非常的強壯 非常的辛辣 另外就是說 天使稅這個東西 在美國坑塔基那邊 有可能是4到6 7% 我像我之前包的一些筒子 他們如果10年的話 差不多那個筒的一半的酒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你要讓他成年到20年 最後或許有可能就只剩下 五分之一的酒 剩兩瓶啦 因為非常熱嘛 然後那邊也非常dry 不像說蘇格蘭有沒有 每一年的天使稅 maybe one two percent這樣子 那進一步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波本威士忌 他進到心桶裡面有沒有規定要成年多久 單程如果酒標上面寫Burban Whiskey的話 其實他沒有規定說你一定要成年多久 但是你只要是成年在新的項目桶裡面就好 所以其實可以一天或是一個禮拜 或是一個小時 其實都可以 如果你看到Kentucky的話呢 就是至少要在Kentucky州那邊成年一年 如果你今天看說Kentucky Straight Bourbon Whiskey 那Straight的話呢 就至少一般是四年 有點特別 就是說如果是低於四年的話 只要超過兩年 你要寫在酒標上面說 假設兩年三個月或是多少三年 大部分都是四年以上 最後一個問題 你專業的問題 美國威士忌我很少看到換桶 是可以換桶還是不能換桶 他如果先在新的項目桶裡面成年半年 再換到雪地桶 他還可以 他就不是Burban Whiskey 市面上面有一個蠻有名的威士忌 叫做Angels Envy 他所有的酒都是過Burter桶 那他上面還是會寫說 Kentucky Straight Bourbon Whiskey 然後但是他一定要寫說 他是過什麼樣子的桶 那他也不算是純Burban Whiskey OK 所以說法令的規範之下 你都照做 然後你照做你就可以飆 但是如果你不照做 你就做其他的過筒 你就請你再寫上 你有finish什麼東西這樣對不對 如果我們想要從美國威士忌入門的話 就是我現在開始想要嘗試美國威士忌 我不想要再看超人 我想要喝酒了 怎麼入門 可以就是從大品牌開始 因為大品牌他們畢竟就是 製造出的酒就是給大眾喝的 大部分的人有可能也是會喜歡 都可以接受 如果你從來沒有喝過美國威士忌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可以從 煎餅嗎 或是Jack Daniels啊 就好像第一次喝蘇格蘭威士忌是什麼 格蘭利威 格蘭菲迪 然後麥卡倫 蘇格 跟百富大謀 每個客戶都不能得罪 都照你一次 你再問我一次 我會講二十個 之後再有沒有有可能再去喝一些單筒 或是再喝一些原酒 那美國威士忌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從一些大品牌開始 Buffalo Trace OFORESTER 一些WOODFORD 這些全部都去喝一下 之後可以再去研究一下說 每一個酒款的原料配方是什麼 或者是就直接去喝單杯店 就是單杯店喝單杯啊對不對 你不要買一整瓶啊對不對 你不喜歡你也不會覺得捨不得 前面四瓶威士忌 是今天 Alex想要帶來給我們評你的嘛對不對 不用錢喔 再討論一下 要錢我們就撥了 要錢我們就結束了喔 撥酒還要錢對不對 我們今天找你來上節目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月 買酒的扣打已經沒了 那你今天要介紹我們第一瓶的酒是什麼呢 這次款酒其實都是美國威士忌的單筒 而且它剛好都是我自己個人挑的 你的包頭 對對對 那所以我覺得很多人會覺得說 美國威士忌有可能風味就是那樣子 那我希望今天我們可以喝到這些威士忌 就覺得說 其實美國威士忌 每個品牌 每個桶 其實都非常非常不一樣 不是就是所謂的就是那樣 我就是覺得 波本威士忌的味道就是那樣的 今天可以來試試看 那剛好我也是台灣的那個野牛仙忠的品牌 大師 這一啤酒 就是我親自去美國坑塔基野牛仙忠酒廠去挑的 這個單筒也是台灣首發 野牛仙忠從來沒有在台灣有包桶過 我是單筒過 這支是波本威士忌嗎 我覺得呢 跟我講的不一樣 這支是45% 然後就是野牛仙忠的波本威士忌 那時候就有寫一些拼音筆記 這是有一些柑橘啊 非常水果 後面有一種麻辣花椒的感覺 有波本的香氣 對 可是它跟我以前喝過的波本威士忌相較起來 它好細緻 對它非常細緻非常優雅 而且那個比較黑胡椒的味非常明顯 它是單筒非原酒 OK難怪它這麼的這個輕鬆意 香氣是有很棒的這個花蜜香氣 對啊我聞它的時候就感覺 黃劍口香糖非常水果 然後有一點那個橘子皮 黃劍口香糖應該很多人沒吃過吧 是嗎 多少年代是你拿出來講 你幾歲啊 我們都是吃飛雷 哈哈哈哈 水果軟糖那種感覺 這支酒有讓我對那個美國威士忌 有一點改觀了嗎 我也是 就是這款酒怎麼沒有像玉米這麼強壯啦 這麼辛辣啦 都沒有那樣的調性 它反而是偏向於柔美輕鬆 易飲 又是單筒裝出來的 然後我又更嚇一跳 雖然它有加水去稀釋 但是它加水以後的那個表現更棒 油脂味沒有那麼重 對完全沒有負擔一支酒 我好奇問一件事就是它這一支 它標了264坪 那它為什麼沒有把這個 裝出來的桶子數量寫在它的酒標上面 我知道它一張一張印 覺得很麻煩 這樣我要怎麼從這個酒瓶當中知道 它是一桶出來的單筒 可以看到寫一個Single Barrel這邊 一般那種單筒我們看到 他們就會放一個貼紙在上面 大家看到這個貼紙就知道說是 這幾瓶在外面建議收到多少錢 1800到2000多 超可以買的 我發現它那個魚韻出來 是比較稍微的中短一點 但是它這一款酒厲害的地方是 它喝完舌頭會麻 花椒的感覺 欸對啊真的 我跟你講一件事 因為你很少看我的YouTuber 你不知道其實 每天都看 你不知道我是台灣的神之蛇嗎 它只要稍微麻一下 振動度一下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出來對不對 那你知道我是女神之鼻嗎 對 我們都知道 哈哈哈哈 看來守護者也知道 這是一個專業的綜藝頻道 我這支的話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那種水果牛奶的香氣 然後加上那個波本的那個花香奶油 我覺得哇太棒了 對啊就直接淋在冰淇淋上面吃這樣子 立刻去買一盒小美冰淇淋 第一次酒就讓我非常非常驚豔 你要第二次酒喝的是什麼 這支是我特別從美國帶回來的 我在台灣這邊也有進一個 好特別喔 TW的水士同樣會嘛 那美國那邊我有進一個 費城的威士協會 我們那邊一年大概也會包個七八桶 這支呢就是Widford的Double Oak Double Oak就是雙木 這支很特別的是什麼 就是說它是用新的 炙燒過的橡木桶去成年一次 再到處來再去過一個新的炙燒過的橡木桶 所以它就是雙次成年的新橡木桶 他吃了兩次處女桶 對 對 那就是姊妹凍 哈哈哈哈 這邊請幫我嗶嗶嗶嗶 你如果喜歡木質調 檀香這樣子的東西呢 我覺得非常適合 像你喝下去就是有點像走進家具店 這樣子的感覺 它算是蠻中口味 所以我就喜歡這種Double Oak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酒標也是非常特別 三年前包的那時候就是 美國疫情狀況實在是非常不好 我們就出了一個COVID killer 肺炎殺手 就是我們社團名字 那費城很有名的電影是什麼 拳擊嘛 對 他就是揍這個肺炎 很有趣 所以這支那時候也就是200多支 就是也是秒殺 大家就超愛這支 那個聞的那個香氣的話 的確有剛剛Alice講說 比較像是這個木質調性 可是它的香氣也是屬於細緻的 可是它入口進去的時候 是爆炸性的 它的香氣跟它的口感是相反的 口感裡面的話 它是有老陳味 接近藥草 啃肉桂那種感覺 扎實的肉桂 對 因為它嘴巴裡面已經有非常厚重的感覺 這一款酒的油脂感就比較多了 如果是喝葡萄酒 然後喜歡喝丹寧 很重的那種葡萄酒 酒精度數應該也不超過50度吧 45.2 它的這個酒精度數啦 跟口感都是我非常能夠接受的 對我來講都非常驚豔 美國威士忌也有如此棒的一個傑作 真的很棒耶 對 那再來是第三款對不對 這在台灣就最常見的 就是美格 它是我在台灣算是第一次包桶 台灣首發 這個也是我受邀去 美國肯塔基的酒廠那邊去選的 算是單桶 但是它很特別是可以去酒廠那邊 選你想要的項目條 選擇一個配方 看這邊有12345個 因為是台灣首發 那我就順便就寫 台灣No.1 台灣No.1 是有五種不一樣的項目條 那就是Baked American Pure 2 Seared French Cuvette 那一個就是烤過的美國項目 然後另外一個是炙燒過的法國項目 然後另外一個是特製的一個項目 然後另外一個是法國摩卡項目 我們最後是一個通烤過的French Spice 然後他們就是把這所有的項目條呢 再放進去項目桶裡面 再過桶 然後再去成年6個月 聞香的時候 層次感就很多 對 第一個聞香的時候 它有點感覺聞到新桌子 剛剛那個是老桌子喔 這個是新桌子 木質調性非常非常明顯 黑胡椒啦 花蜜花香調性的味道還是有的 它在嘴巴裡面那個有那個淡淡的那個咖啡味 會被咀嚼出來 這款酒它的層次感會如此豐富 原來就是因為你放了五根柴啦 在金門有一條根 在每隔有五根柴 這就是傳說中台語叫 蘇格蘭來講 它有官方的那種規定 反正你在規定以外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做 做出很多新世界 我們都可以去接受 對 真的很好喝耶 完全不蘇蘇格蘭 就有那麼多不同的風味 可是它整個是就是很圓融的合在一起 而且這個是 54.3 難怪油脂感比較豐滿一點 酒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已經超過50度以上 但我們在喝的時候 其實還是感覺沒有到很強烈 有時候50幾度對我們還好 我唯一一次喝酒有感覺 88度 在台中酒廠 哈哈哈哈 社長好勇猛喔 我講的感覺 我講的感覺是我的身體 完全沒有粉 哇 你身體好好喔 還有沒有什麼更強的 給它弄上來 下一個就是更強的 你不要跟我講 好 大概61 哈哈哈 神之蛇 精化神之眼嗎 好 再來是第四支 1792波本維斯基 1792它其實是紀念1792 加拿大其實變成一個 算是美國的一個部分 那1792這支呢 這是我們的Full Proof 那它算是原酒 但是它裝瓶的這個酒精濃度 如果是超過我們 就還是會調整到62.5 所以它出Full Proof 就是62.5 這次也非常搶手 也是現在也都賣完了 因為它幾年前好像是在 威斯基聖經層是世界最佳威斯基 那這剛好就是我去 肯塔基那邊挑的單桶圓酒 對我來說這個就是我送給愛喝波本的一個禮物 這就是號稱黑糖炸彈 愛喝波本的意思就是想喝很圓潤很甜 然後再吃一個大牛排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我現在流口水了 我要準備來試試看 欸你那個評音很精準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聞那個香氣 很甜的感覺 然後我一直找不到是哪一種味道 你剛剛一直講焦糖 欸對 欸它說黑糖 黑糖焦糖 對對對 黑糖不就焦糖 焦糖不就是黑糖 只不過那是色素 給它什麼顏色 它就變成什麼顏色了 不是焦糖是烤焦的糖吧 總之就是在聞香的時候 它有一種焦糖的感覺 有點甜的感覺 真的是黑色的砂糖塞在你的嘴巴裡面 有點像喝黑糖蒸奶 它為什麼會有這種就是在嘴巴裡面 甜膩的口感 衝擊性的口感出來 是因為它幹了什麼好事 才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每一盒桶就像每個人的指紋一樣 就是非常不一樣 因為我選了這隻然後有有二號 它剛好是我們說姐妹桶 它剛好就是在酒窖裡面 童年同日就是裝桶 然後裝瓶放在這樣子旁邊 理解理解 我發覺美國很喜歡玩這種姐妹的事情 在同一個位置 可是他們兩個個性卻戒然不同 美國人太會玩了 那個木頭有可能是一些老橡木 或是一些年輕橡木 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去知道說 它為什麼會這樣子 四款調性完全不同 我覺得美國在玩桶的技法上面 蠻厲害的 雖然都是美國橡木桶 但是他們可以從美國橡木桶 當中去熟成出不同的味道 非常非常多元 我對他們在玩橡木桶這個技法厲害 美國的酒窖其實跟像蘇格蘭很多不一樣 像蘇格蘭有可能他們就是那種傳統的地鋪式酒窖 有可能就是一二三層這樣 那美國的酒窖呢 一般有可能就是幾千幾萬桶 在一個非常大的酒窖 然後它是有可能五層樓到十層樓 那所以那個溫差就非常不一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用溫差去成年他們要的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調酒師就會學說 我從這邊酒窖這個樓層大概這個風味 然後我再拿這個酒窖從最下面這個風味 然後再去做一個調和 所以他們是用酒窖的不同的位置去得不一樣的風味的東西 因為的確那個威士忌溫度跟濕度對於熟成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今天要做的並不是美國威士忌跟蘇格蘭威士忌去做比較誰好誰壞 不是我們只是要告訴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 威士忌這三個字雖然只有三個字 但是卻是博大精深 因為不同國家威士忌有不同國家威士忌的美好 觀眾朋友要擴大心胸去接受各方的事物 像我們今天喝到這四款威士忌就讓我們很驚豔 就讓我們嚇到了 就哇原來美國威士忌也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風味 對也可以那麼細緻 千萬不要說這個不好喝啦這個怎麼樣什麼 不好喝都是你的問題 是你喝太少了 莫名其妙 美國威士忌博大精深 所以我們才會邀請Alex來上我們節目 因為我們也很多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們懂我們就自己講就好了 還需要你嗎 哈哈哈 節目最後的尾聲就是看 Alex有沒有想要跟觀眾朋友這個分享什麼一席話 當然感謝你們就是今天邀請我來上節目 我自己很愛喝舒蘭威士忌 然後各國家的威士忌 剛剛說就是有沒有飲食均勻 不可能每天都吃沙拉嘛 或是你不可能每天都吃牛排嘛 就看你自己的心情嘛 但是你就是有可能要花點時間去探索 去研究 不一定一定要花很多錢 非得買那些酒或怎麼樣 對不對 你可以就是有沒有 去找一些更便宜或是更好喝 這樣子選擇更多 這樣子我覺得是最棒的 就是威士忌多嘗試 因為人就有七情六欲 他就會想要去嘗試各種不同的風味 但是我不一樣 你怎麼 我對於感情就是專一 我不會去到處嘗試 沒錯吧 為什麼覺得你現在好像幫自己洗白之類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 哈哈哈 是你們誤會了 哦對你們誤會了 好啦最後還有一個結論 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 Alex是從台中上來的 然後呢 他在台中有一個就是威士忌同好會 他有一個據點 他的堂口就是威風格 所以晚上的時候 如果有很多那個喜歡喝威士忌的 不管是蘇格蘭 不管是美國 你都可以上網Google找到威風格 嗯 然後可以到這個地方去享受單杯 對不對 甚至那個可以包場獎客 那如果去威風格的話 可以喝到這四款買不到的威士忌嗎 都可以 這都是我從店裡面拿出來 然後就是都有在買單杯的 對 所以觀眾朋友多了一個據點 有一個非常棒的場地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聊天喝酒 聽說還有飛鏢對不對 哦對 對不對 因為我在上網看到還有飛鏢 好好玩喔 對 因為畢竟本人還蠻會射 還蠻會射這件事情 我算是有一點那個 歡迎 是射還是射 難怪觀眾總愛稱禮奧 會議社長 社長 早上天我們一起去射射看 對啊又講又誇張 又講又浮誇是不是 欸最近好像很容易害羞欸 不過因為最近被那個枷鎖束縛 就是這樣 就這樣 好啦就這樣 那我們要感謝Alex來上我們的節目 感謝感謝感謝 各位記得要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李奧社長的影片 下禮拜見 拜拜